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让时空从此磅礴 王爷 王妃 将军 这便是可以对付疗毒的解药 只需要打在面罩上即可 还是王妃想的周全 这苗人善于用毒 王妃就专门准备着房族的用具 能有王爷 王妃在 这是我大燕之姓氏啊 将军过奖了 我看时辰差不多了 要不就把这些面罩 分发给将士们吧 好 我这就去 冷将军 看来王爷和王妃 已经顺利地拿下良朝大营了 蒋将军 末将在 即刻率大军与王爷会合 一举攻向苗王大北营 遵命 末将军 将军冤枉我呀 将军 将军 将军为何抓我 苗王 你现在是我大言的阶下囚 你可是罪 将军 我又何罪呀 你犯我边境 占我城池 甚至用下毒这种卑劣的手段 来加害于我 难道这不是罪吗 将军冤枉我呀 将军 将军 我苗将 乃寸毒小国 怎敢挑衅大言呢 这定是要 歹人栽赃呀 栽赃 冷将军所受之毒就是苗毒 你做何解释 苗毒 将军 定是这大祭司所为 此人精通用毒无数 一定是 他想架害将军于你 将军 就是他这个昏军 不顾我们苗将百姓的死活 擅自出兵掩护 害死了多少人呀 你这个狗 不瞒二位 你们二位刚才说的话 好像有一些出入 不妨再沟通一下 不用沟通 我呸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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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 他不在意 他不自行 他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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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成功 他不分析 他们决定 不要 就把我赶紧 不分析 我赶紧 他不把我赶紧 你磴 叶京的几个城池 也是我的 原来如此 阴谋 十足的阴谋 我要揭发你 来人啊 我要揭发 阴谋 将军 来人啊 我要揭发 将军 我要揭发 将军 我要揭发 你吵什么吵 将军 我要揭发 大祭司和阎国的人串通好了 这次下毒 就是他们实现计划的 你确有此事 不信 你去问他呀 你说呀 你说呀 你刚才敢说 现在怎么不敢说了 你装哑巴 你起来呀 要再装了 他这是福度自尽了 将军 真是个后人呀 还小王清白 能够让我重新做人 将军 你是我的爱业呀 苗王 现在我大爷与苗江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这是好事 将军英明 我们苗江作为藩树国 一定会对大爷忠心不二的 好 那苗王 也不用太过用真情啊 蒋将军 在 带我送一下苗王 是 苗王 请 苗江之乱已经平定 这次 多亏有五位王爷在 我才能夺过参参难关 您过奖了 主要还是因为有黎儿在 黎儿 黎儿 多谢你救我为父幸免 爹 别这么说 这都是黎儿应该做的 黎儿不敢当 这是爹没有想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有担当 大体 爹以前 臭快点 准备 宣宣 冷将军 五王爷觐见 臣拜见陛下 儿臣拜见父皇 二位快快平身 冷将军 此次你平敌有功 朕一定要好好赏赐你 你告诉朕 你想要什么赏赐呀 陛下 臣确有一求 请陛下恩准 你想要何赏赐啊 平定苗疆之乱 五王爷功不可没 臣斗胆为五王爷妖得一功 好 朕便封五王爷为宣威将军上四平 众爱亲 意为如何呀 三哥 三哥 皇上上请 谢陛下 儿臣谢父皇 朕宣宣 好啊 宣扰此番在沙场磨的一番 确实是不一样的 起来吧 李二 怎么了 我得了四平的官职 以后 再也不是闲散的皇亲了 这一路走来 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万千柔长对错难分辨 相思如隔夜夜 长相在耳边 习意如风 缠绕心事乱 望眼欲穿之盘 缘子难归斑 怂恋 曾曾跌跌 怂作难分辨 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